第一步就是生活方式一定要调整 那么生活方式的调整呢 平衡饮食 降低体重 那么呢我也建议大家呢 就是我们的运动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它可以减低你体内的热量的蓄积 也就是卡洛里的要降下去 所以呢 那你们闺蜜俩最好手拉手 一块去运动 跑步 减肥 同时呢互相监督饮食 好不好 这是第一步 那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也让我们能够远离乳腺癌的发生 就是我们的 刚才我们交给大家的自检和我们的年检了 就是要定期地去医院来做检查 那潘大姐你知不知道到了医院之后 咱们应该做什么检查来观察乳房的变化 壁操 你以前做过什么检查 就是壁操 只做过壁操 对 您呢程大姐 我也是做的是彩操 其他的检查做过吗 没有 我做的也是壁操 我做的也是壁操 就是例行体检当中有的 所以大家的同意都认为壁操是能够观察乳房变化的一个准确的方式是吗 对 那这样的方式合适吗 只做壁操 在四位嘉宾里头 在四位嘉宾里头就是喜兵是合适的 其他三位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呀 这就是一个超生的成像 那么它是靠医生来描述它具有不可重复性 对于年轻的女性呢 大家都知道她腺体致密度非常高 那么超生呢 对于这个高致密度的乳房 那么它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四十岁以上的呢 那么它的腺体密度是开始下降 开始下降 当然绝经以后它下降的幅度更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木靶的诊断的准确性 要明确高于四十岁以下的一个女性 听过这个检查吗 没有 没听过 木靶 木马 木靶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那这个木靶它到底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潘大姐连听都没听过 木靶线射片是用S光来检测乳房这个器官 那么木靶线射片你洗出来胶片 那么你可以到不同的医疗机构 请不同的影像科的医生就这个胶片做出诊断 四十岁以后的年检的筛查的标准的影像学手段 不是B超是木靶S线射片 所以啊大姐就不光要做B超 做B超啊对您来说可能观察的都没有那么准确了 最好的方式最科学的方式是先做木靶检查 如果要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变化或者不确定的东西呢 再结合B超给一个诊断 这个才是更准确的 但是医院当中还有一个检查叫核磁共振 那个不是说看得更清楚 哪有什么小米粒大小的那些癌细胞都能够发现吗 是的 那为了求一放心的话 咱就直接做一核磁共振不就完了吗 还做什么又木靶吧又B超了吧 不是这样的 那么核磁共振呢在乳房里边 它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要做这个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呢是已经木靶B超明确诊断乳下癌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去选择核磁共振 一开始筛查是没有必要来做核磁的 没有必要来做核磁的 成本有点高 成本太高了 等同时到了要治疗的这个阶段 才有必要上核磁来检查 是的 那您说如果要是家里边 比如说奶奶姥姥或者是妈妈那一辈 有这个乳腺癌的话 那是不是作为晚辈 就下一代也应该赶紧去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是的 这个病是会遗传的 那么怎么遗传呢 就是奶奶不算 您刚才说姥姥 就是你的有血缘关系的 女性的直系亲属 这家里有两个得乳腺癌 这就叫家族性乳腺癌了 那么他家里相应的其他的女性 就要密切观察了 就变成高危人群了 那么高危人群的时候 她的筛查 她在没得病的时候 她的筛查 核磁是有用的 普通的女性不必 非得用核磁 成本也高 是这样的 那么也没有增加筛查的检查率